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蔫花惹笑 博奖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千学 第608集 庄主 那个 属下觉得凤姑娘身边这么多的吓人 那句 表庄主以后下厨的话 不过是玩笑罢了 回去的路上 蓝月竟然让龙颜去找几本关于菜肴的书册给她看 这一说 可是吓得龙颜连马儿都骑不好了 庄主 凤姑娘知道你平日里忙碌 岂会真的让庄主下厨 凤姑娘不是如此不知好歹之人 她 你觉得 她真的知好歹 蓝月 这不冷不热的一句话 让龙颜顿时失了言语的能力 是吗 不是吗 真的不是吗 答案竟然是的 凤姑就是如此的不知好歹 没脸没皮的 唉 初见时的高贵冷艳 此时都到哪儿去了 不仅死皮赖脸 缠着庄主 竟然还要庄主伺候她 哼 普天之下 恐怕也只有凤九一个人敢如此 庄主 其实 龙颜倾咳了声 不管怎么样 都得要先将庄主学做菜的念头打消了才行 属下觉得 凤姑娘今日其实是心情不好 才会 才会 才会对庄主做出如此无理的要求 对她来说 可一点都算不上无理 奇怪的是 自己竟然还能任由她胡作非为 就像是宠着自己的孩子一般 这样的心情 也是诡异到了连她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地步 懒悦自己都解释不来 容颜就更加不可能体会了 庄主为何对平日里这么抗拒的凤九如此在意 今日听到凤九武功禁费的消息 庄主立即就赶来了 这速度简直比上战场的时候还要迅猛 但话说回来 平时凤九去找庄主 庄主可没有这么大的热情 如今 一听说人家受了伤 就火急火燎地赶过来 难道平时的高冷都是庄的 庄主 龙颜还想说点什么 来说服庄主打消学做菜的念头 却忽然间感觉到前方气息有一丝异样的涌动 没多久 一人从街边屋顶落下 稳稳地落在揽月马儿的跟前 庄主 探子轻身行礼 恭敬道 庄主 昨夜凤九从山庄离开之后进了宫 进宫 难道 他受的伤和宫里的人有关 懒月眉目倾促 忍不住想起一个多月之前 自己带人刺杀启文帝的时候 被凤九所伤 当时 凤九就走在启文帝的身后 只是 他当初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启文帝身上 并没有注意到他身后还有一个他 似乎从那个时候开始 凤九就时常走在启文帝的身边 那么伤他的人究竟是谁 启文帝身边的高手 可他为何要伤凤九 伤了凤九却又不要他的性命 就这般将他丢回到天机堂的后院门外 实在是不像一个帝王所为 庄主 据宫中小太监所言 凤九偶尔会入宫 都是去同一个地方 一个叫做离院的荒废庭院 天下第一庄的情报网 不是一般人能揣摩的 只要他想查 会查到离院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龙颜只是有点担心 他看着站在后宫高墙之外的庄主 急道 庄主 不如让我 你留在这里 一个时辰之内我没有出来 速回山庄 带我父亲离开 庄主 既然知道危险 何不从长计议 再做打算呢 凤九要是知道他来这里找伤他的人 他也定不会同意的 庄主自己也该知道 凤九本身的武功也不弱 能如此伤他的人 内力绝对深不可测 他进去凶险未知 更何况庄主的手还没有完全好 只是去会会那人 这话刚落下 眼前白衣一闪 哪里还有揽月的身影 龙颜一头着急 急得额角都在冒汗 可是庄主已经进去了 他还能如何 这座皇宫 从前后宫门乃至各宫墙 都有能入的地方 只要是通向预销店的 他们都了若执掌 不过后宫的路 倒是没有那么清楚 也不知道庄主 能不能找到 那个叫离院的地方 庄主行事一向是冷静的 这次是真的冲动了 如此莽撞 极有可能会暴露身份 万幸的是 庄主的脸还没有好 脸上依旧是戴着面具 根本没有人能认得出他 但万一落在对方的手里 可庄主武功这么高 就算会受伤 也不至于会受制于对方 他只是真的很担心 如此冲动的庄主 依旧十多年没见过了 凤九对庄主的影响力 竟然如此大 大到连他都觉得匪夷所思 揽月夜找到离院 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后宫里只要是 年纪稍长的宫女太监 都知道离院在哪里 尤其 最近后宫里还传着 这么一个消息 说离院里住着一位娘娘 是圣上最喜爱的妃子 谁也不知道 这消息是真是假 更不知道 这消息是谁传出来的 但因为这个消息 大家对离院 又多了几分关注 只是因为 离院那边实在是太阴森可步 谁也不敢靠近罢了 因而 如今 揽月要问离院在哪里 半数的宫女太监们都知道 她轻易来到了这个地方 也轻易闯入了后院 戴着面具的揽月 在夜色之下 显得愈加清冷 一身白衣在风中摇曳 飘逸之鱼 冷若寒川 守在后院的侍卫 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整个后院 数十名侍卫 转眼间 就被放倒了一片 她竟然 不怕惊动离院的人 清夜 想要出去 龙飞燕却淡淡地道 你不是她的对手 出去不过是送人头 主子 就算明知道不是对手 大敌当前 也不该躲在主子的身后 龙飞燕放下手里的兵书 忽然一摆衣袖 转眼间 修长的身影 已经是稳稳落在了屋顶上 青夜和青枝守在下面 夜色昏沉 也看不清楚来者的面貌 但主子在上头 他们倒是也不敢造次上去 月冷如水 这屋顶上的两个人 一个戴着面具 一个蒙着青纱 竟是谁也看不清谁的脸 只是苍茫夜色中 为何在看到她身影的那一刻 满腔怒火 诡异地散去了大半 揽月盯着对方面纱背后 那张模糊不清的脸 呼吸间 指尖竟猛烈地颤抖了起来 为何如此熟悉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